如果就从技术层面上说 我们前面也挺到了第三代的这个室管院的技术 当我们能够有能力 人类有技术水平上有能力 把这个胚胎的一部分 很小一部分细胞取出来进行检测 原始目的可能是为了排查它的遗传的 或者基因相关的一些疾病 那么当这个同时 我们也很容易的可以去发现 它是个男孩女孩 技术层面上其实不难 现在我们中国所有开展 能够开展这个 有知识开展第三代室管院技术的中心 做这个性别的判断 其实一点都不难 而且也很成熟 但是在伦理上 在法规上仍然不建议 而且是禁止做一个性别的筛选的 然后我们也刚才提到了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我也知道现在社会上很多人 就为了单纯为了性别去做事管 然后他们很愿意选择一个 跟第一个小孩不一样性别的 这个第二孩二孩 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自带安全性问题 既然大家都很关注 我的小孩健不健康 现在也没有很多的数据 但是我们专家会 我们行业的从业人员会非常关注 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去判断性别前提 是你要去取它的这个细胞 你要做胚胎的活解 那这个技术本身在操作的任何一个环节 它都可能会损伤胚胎 而且这种损伤 可能是导致一些表观遗传的改变 那么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资料 显示我们的活解 我们的冷冻 可能对一些基因的表观遗传是有影响 但是没有很大规模的临床的依据知识 所以没有很强有力的定论 但是这个风险性是值得关注的 单纯为了筛选性别去做事官员 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其实对 是的 也是我们都不敢 comparison 的话 好 当上 你们一定会有一点 izer